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五一,也是中南民国国卿, 香港比较引起多主意,因为我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一早警告说香港人应该心中有数, 如果你不是分裂国家等等,你怎会去庆祝辛亥革命呢? 反映这位局长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一点都不认识, 凡是对中华民族有感情的人都明白辛亥革命是我们中华民族 推翻本清建立民国很重要的历史里程碑, 结束帝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当然是很值得庆何的事, 跟分裂国家真的一点关系都无, 邓炳强的无知教训了香港人很久, 我们现在见到中国的领导层非常高调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 都不竟110周年,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全体出席, 习近平的讲话当然要强调完全统一, 他讲话说要坚持一国两制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理论上无什麽新意, 但各方面焦点当然集中在一国两制方面, 因为一国两制在台湾红市场可见, 大家记得前20年中国对台政策机构都明白一国两制对台湾人 一点吸引力都无,是不值得提,于是无提, 但在2019年初因为要庆祝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 习近平重新提出一国两制, 适用于两个人的关係,适用于和平的统一, 当时蔡英文总统非常高调回应反击这种言论, 这次交锋产生很重要影响, 大家记得本来在当时总统选举的酝酿期, 国民党韩国瑜领先,占有明显的优势, 习近平说一国两制蔡英文高调反击, 就给蔡英文一个反先的机会, 韩国瑜形势开始逆转,蔡英文的民望回升, 到2019年年中,大家已经可以说是相互百众之间, 蔡英文扭转了局势, 跟着2019年下半年香港就出现种种警民冲突, 示威暴动场面,大家就见得到,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 令韩国瑜的情况更加恶劣, 所以到2019年下半年总统选举形势下半年蔡英文折折领先, 韩国瑜明显的劣势, 到2019年年底, 似乎胜负分明, 一般推测蔡英文应该轻易获醒, 韩国瑜似乎无机会, 所以你见到一国两制在两岸关係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现在习近平重新讲一国两制, 在台湾也引起很多争议, 蔡英文总统当然清楚表示一国两制绝不能接受, 你见到在国民党方面刚刚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 也明白民意所趋, 而且朱立伦当然有意竞选下一届总统, 所以他也表明反对台独, 也反对一国两制, 只是马英九还面皮非常丑, 他说半年以来,最近半年北京将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并列, 无画上等号, 即是保留求同存异的空间, 尽量替北京粉饰他的立场, 但他也不敢碰一国两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见到香港问题的确确对台湾有很重要示范作用, 一国两制在香港今天一般人都认为已经死亡, 也令到今天北京对台政策事实上没太可打, 无什麽能够令台湾人有兴趣有吸引力的议题可以提出来, 你现在还讲一国两制, 只能够更惹离台湾民间的反感, 最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做了三次民意调查, 反映被访者偏向台湾独立比例高达27.7%, 近三十年来最高, 也反映北京对台政策困境, 一国两制无市场,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死亡令到台湾人对北京对台政策没什麽信心可见, 这也是今次庆祝辛亥革命比较令人触目的议题, 大家都见到由于一国两制对台湾人一点吸引力都无, 北京对台政策事实上也无什麽号召力可言, 在现在台湾社会开始热身准备下一届总统选举时, 北京拿不到任何有吸引力的两岸政策出来, 在这环境下唯有透过军事手法施加压力, 前两个星期不断有中国军机穿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且价次很频密,经常三四十架以上非常罕见, 美国说会与中国私下接触谈谈, 的确中美接触后这类军机飞越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情况消失了, 至少暂时收敛了, 严格来说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 发生全面军事冲突,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 主要代价太大, 你想想如果台湾海峡有重大军事冲突,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会有很大打击, 代价非常高昂, 但因为北京对台政策没有开展预地, 这种用武力威嚇、武力施加压力做法, 但是近期你可以说会多些见读, 多些用的, 虽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台湾海峡当然还是比较现实, 你说叫它与中国谈判和平统一, 我想他们真的一点兴趣都无, 但还有很多台湾人希望维持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 大家做生意, 不仅两岸之间的贸易投资关係, 对台湾的经济依然是非常重要的。